今天学校忘了台风架 小树蛙以及狐狸猫只能乖乖待在家里玩 玩着玩着 突然之间家里变成了一片黑暗 它们俩试着打开各式各样的电器 却都打开不了 想必是停电了 狐狸猫点燃蜡烛 才终于使得家里又有了一些光线 小树蛙发着牢骚 现在没有电 好不方便哦 连电视都没得看 想洗个舒服的热水澡也不行 没有电的生活好辛苦哦 狐狸猫接着问 小树蛙 那你知道究竟我们每天生活中 用到的电从何而来吗 荧幕前的你知道答案吗 画面上的图示是台湾2019年不同发电方式的能源比例图 台湾的发电前三名分别是燃烧煤油、天然气的火力发电、核能发电、水力发电。 此外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台湾的发电方式有很多很多种 所以在深入了解不同发电的方式前 我们先来了解能源的分类方式吧 能够储存在自然界中 天然形成 不需要加以转化 就能直接使用的能源 称为初级能源 像是太阳能、水力、煤、石油 而需要将初级能源加以处理 并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能源 称为次级能源 像是由石油提炼加工而来的汽油 由各种发电方式产生方便利用的电力 而初级能源中 在自然界中蕴藏量有限 消耗后会逐渐枯竭的 称为非再生能源 像是石油、煤 而可循环利用 较无枯竭问题的初级能源 称为再生能源 像是太阳能、水力 荧幕前的你 已经了解大致的能源分类方式 现在请你帮其他能源分类吧 首先 火力发电是台湾主要的发电方式 台湾本国的煤、石油 以及天然气等资源运藏量少 所以多仰赖进口 火力发电 藉由燃烧这些原料 将其中的化学能转换为热能 利用这些热能 加热锅炉中的水 转变成水蒸气 推动发电机发电 再将热水蒸气 净由冷凝气凝结成水 重新回到锅炉 成为一个循环 然而火力发电造成了许多问题 像是大量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 使得全球的温室效应更加严重 也导致空气品质下降 产生雾霾 此外 燃烧化石燃料所产生的一些化合物 像硫氧化物 以及氮氧化物 也导致酸雨的问题 而第二大的发电方式 为核能发电 在谈论核能 是怎么发电的之前 我们需要先知道 职能互换 家喻户晓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提出的理论 指出物质是能量的一种形式 物质可以转换成能量 而能量也可以转换成物质 利用职能互换所产生的能量 是相当巨大的 一公克的物质 可以转换成9乘10的13次方焦耳的能量 相当于300万公斤的煤 所能产生的能量 核能发电 便是借由这项原理来发电 理论上有两种方式 让我们可以利用核能 第一种为核分裂 也是核能发电厂 正在使用的发电方式 核分裂 借由利用一些质量较大 且不稳定的原子核 像是U235 利用中子去碰撞 使U235分裂成几个 比较小质量的原子核 并产生其他中子 再去撞击其他U235 核分裂这个名字 也是由此而来 借由在反应后总质量的减少 会依据职能互换 转换庞大的能量 以供我们的使用 另一种方式是核融核 利用两个较轻的原子核 在极高温的条件下 会形成一个较重的原子核 反应后的总质量会下降 依据职能互换 我们便可以从中得到庞大的能量 太阳的能量 即是来自于核融核反应 但是目前的核融核发电 尚在研究阶段 尚未达到可以商业运转的程度 现有的核能发电方式为核分裂 虽然核能发电看似美好 造成较少的空气污染 小小的原料就可以产生大大的能量 但它也有它的问题 核分裂的过程中会产生放射线 过量的暴露在这些放射线 可能会对人体发生病变 甚至可能死亡 核分裂反应结束后的废料 也会产生放射线 且放射性会持续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要在哪里储存这些废料 也是发展核能发电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此外 如果核电厂发生意外 引发核灾 像是日本的311核灾 这些在反应过程中的物质 可能会四散各处 导致核电厂附近的区域 不适居住人类 紧接着 第三大发电方式 水力发电 是借由位在高处的水往低处流时 重力位能转换为动能 带动涡轮机转动 转换动能为机械能 再由涡轮机带动发电机转动 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 以此发电 水力发电的技术 也是目前台湾再生能源中最成熟的 但水力发电也有它的问题 台湾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 雨其实 雨量大 水库容量无法将所有水蓄积 枯水其实 常有缺水的状况 便更无法发电了 除此之外 目前台湾政府 也正积极地发展风力发电 风力发电 利用风的动能带动发电机 借此发电 台湾正好属于季风气候 秋冬季有东北季风 适合发展风力发电 但风力发电也有其问题 举例来说 盖在陆地上的风力发电机 可能会破坏台湾沿岸的景观 风力发电机的噪音影响住户等等 最后再介绍一种再生能源发电 太阳能发电给你认识 太阳能发电是利用太阳能电池 将光能转换为电能 以此发电 像是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的计算机上 就有太阳能电池 供应计算机的用电 但是台湾虽然位于亚热带 日照量充足 但是因为四周环海 多云雨 有些地区并不适合太阳能的使用 此外 太阳能电池的制造 也会产生一些污染物 需要妥善处理这些污染废弃物 否则也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伤害 除了这些发电方式 还有很多其他的发电方式哦 像是升职能发电 地热能发电等等 都是很值得我们研究发展的 目前世界都很积极地在推动再生能源的研究 希望利用这些永续发展的能源 才不会用尽地球资源 把我们的家 地球给破坏殆尽 耶 电终于来了 小树蛙开心地叫道 现在我知道这些电都是得来不易的 有些可是燃烧着我们地球的资源 才换来的 我可要节约能源 接下来我们来重点整理一下吧 我们知道了能源可以被分为两种 分别为初级能源以及次级能源 所谓的初级能源 指的是储存在自然界中 天然形成能直接使用的能源 而次级能源 则是要由初级能源经过加工处理后 才比较方便为我们日常所使用 其中初级能源中 我们有可以依照能源 是否会枯竭来进行分类 非再生能源在自然界中 蕴藏量有限 消耗后会逐渐枯竭 举例来说 可能所使用的U235元素 在地球上的蕴藏量也是有限的 再生能源则可以循环使用 较无枯竭问题 像是风力、水力、太阳能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